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苏太空争霸愈演愈立 认识太空 航天装备出示牛刀 侦察金石卫星本末登场 利用太空 航天装备走向实战 美国太空力量一超突破 控制太空 航天装备试写规划 各类太空武器决胜未来 敬请关注蒋武汤即将过程 装备学院余鸿敏教授讲述 航天装备的发展与未来 余鸿敏装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装备管理和装备保障 著有军事装备管理创新 复杂电科环境下装备保障 通用装备保障概论等 先后获得十一五全军军事科研 优秀成果一等奖 十一五全军装备理论研究 优秀成果一等奖 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两线 2010年获军队院校预裁奖金奖 2011年获全军优秀科技人才 一类岗位津贴等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养武汤 今天我要讲的是航天装备的发展与未来 很多人可能还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上演太空争霸的时候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哪一个国家控制了太空 它就能够控制地球 当时许多人对他的这一论断表示怀疑 那么肯尼迪的讲话到底是煽动民众的政客语言 还是对太空争夺的提前洞察呢 发展航天装备 正多太空控制权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我们不妨一起回顾一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太空争霸的那段历史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从总体上讲 美国的整体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要领先于前苏联 但是在导弹和航天领域 前苏联却比美国看得更远 他们坚信未来弹道导弹和空间飞行器将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他们集中精力布架声张的大力发展这一新兴技术 并逐渐取得了对美国的领先优势 而此时的美国还陶醉在认为他的核武器和远程战略轰炸机 处于优势地位而带来的愉悦当中 他们的思维观念仍然停留在对前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略核心机上 尽管1955年 美国就提出了发展人造卫星的计划 并于1957年初宣布准备发射一颗人造卫星 但那时主要是从科学实验的需要出发 关心更多的是美国的科学家们 而美国政界领导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发射人造卫星的政治意义 大家知道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 美国和前苏联先后进行了氢弹示报 其威力相当于投在广岛原子弹的500倍 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才能把核弹头投送到北美大陆呢 当时苏联国防部曾经设想用飞机来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赫鲁晓夫却不同意 他认为飞机太慢 而且很容易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 他决定研制射程达8000千米的运载火箭 这个射程足以覆盖美国全境 赫鲁晓夫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西尔盖克罗廖夫和他的团队 那么西尔盖克罗廖夫这个人又是谁呢 说起克罗廖夫 那可不是一般的人 尽管当时在国际航空领域 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如果不是前苏联政府出于保密的原因 血藏了他的信息 他很有可能会获得妙边奖 克罗廖夫具有权威的火箭知识 他曾经在大清洗的时候受到牵连 沐浴长达6年 遭遇了太多的坎坷 历练出坚定不移的信息 漫长的铁方生涯差点就放动他的科学生涯 而正是赫鲁晓夫把他从斯拉云秘密监狱工厂解救所 并任命他为火箭总设计师 在克罗廖夫的带领下 前苏联的火箭技术取得了通飞猛进的发动 1957年8月21日 克罗廖夫和他的团队 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门多极洲际应该部队 这种意味着 前苏联已经打开了通往太平的窗口 具备了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 在这个历史门槛前 克罗廖夫作为火箭总设计师 深受鼓舞 他决定趁热打铁 抢在美国人的前面 把卫星发射上天 赢得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头筹 并随即将这一想法上报到苏共中央 那么在那个意识形态激烈碰撞的年代 一贯浩大喜功 增强好胜的赫鲁晓夫 接到报告后 紧不住喜出望外 他认为先于美国把卫星发射上天 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不仅可以大大提升苏联的国际威望 而且能够充分体现自己卓越的领导才能 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于是赫鲁晓夫便召集苏共中央政治局 专门讨论赫鲁晓夫发射卫星的报告 并果断地给出了肯定性的批复 同意报告的设想 一定要抢在美国人的前面 把卫星送上天 当时离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大静的日子 已经很近了 为了放好这颗卫星 为吉日争光天彩 各相关部门大开绿灯 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确保克罗料夫能够集中精力 完成这一重大任务 1957年的10月4日 历史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在离莫斯科2000千米的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 白克诺尔发射场 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伴侣一号的发射准备工作 一切最终 那么随着一声烟火零下 发射场上浓烟滚滚 烈烟生育 在隆隆的异象深备 命运的烟 七十周 火箭的尾部 喷着缠缠的火焰 变成原本的湿蜜 进入了茫茫的天际 这一幕也成为了永恒的英国 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发射成功以后 标志着 人类进入太空时代的到达 开启了人类探测太空 另一太空的星际 伴侣一号卫星 连续不断地向地面 发送无线电信号 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 卫星的存在 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这一爆炸性新闻 在让全世界感到振奋和惊奇的同时 也让前苏联的头号劲敌美国 如坐针毡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过安的发现 作为核超级大国的苏联 已经超越美国 他们在人类头顶几百公里的地方 拥有了华人权 美国人进入 头顶上的天空陷落 他们无法想象 在过去的百年 曾经带身过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船 第一架飞机 第一枚原子弹等 中国发明创造的美国 在进入太空的较量中 竟然落在了苏联人后面 那么此时美国 又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呢 前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11天 埃森豪威尔便召集全美科学界和科技界的领袖 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为了早回在太空失去的国家人体和民主自身 以著名火箭专家 冯弗劳恩为代表的科学家陈瑞 紧多密集地开展与职工具 并于1958年1月31号 将美国的第一核荣荡位置 探除了7号的错误 这核荣荡位置 重发展 自全苏联半月1号位置 重量的十分之一 被全苏联弃成了三号弹 当然静观卫星是小了一些 但它毕竟还是为美国挽回了一些面子 卫星上天不仅仅代表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强弱 美苏两国都把它当作国家的兴衰荣辱之争 在其中挺住了太多的民主感情 从一开始 两国就全力以赴 力争在太空当中压倒对手 所以这第一个会合的较量 也就拉开了美苏两国太空争霸的序幕 那么接下来美苏两国在太空这个大舞台上 你来我往 就像是拉歌一样 精彩表现令人眼花缭乱 1958年 时隔第一颗卫星发射不到地点 前苏联便开始实施 在一方间计划 准备把人陷上太空 这一次前苏联又实实在在的把美国套来做 他们边设计边制造 很快便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艘带人飞船 并于1961年4月12日 成功地加航天员英里加加林送上太空 加加林邀地球挥行一圈 108分钟后顺利地返回地球 他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太空使者 美国在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后9个月 也就是1958年的10月 便组建了国家航空航天局 并在组建后的第7天 就宣布了水星载人飞船发展计划 从1959年的8月到1962年的5月 美国共发射了25艘水星号飞船 其中4次为载人飞行 美国也成了世界上第二个 实现载人空间飞行的国家 水星计划实施后 1961年12月 美国又开始推行双子星座飞船计划 该计划到1966年的12月结束 其中在1965到1966两年当中 双子星座飞船 共进行了十次太空飞行 他们在空间交汇对接 轨道机动 舱外活动 以及制造在物系统等方面 积累了极其反复的精力 两年当中 美国先后将20名宇航员送上了太空 其中 双子星座8号飞船 还首次实现了空间交汇飞行 接下来 美国人的表现更是不熟 他们又率先实现了登月的梦想 那是1966年7月20日 阿波罗11号飞船的登月船 在月球的近海地区实现了导陆 航天员米尔·阿姆斯特朗 从登月船的河堤缓缓地走到月球的海 他说了一句 非常对折礼的方法 对个人来说 这是一小说法 但对于人类 这是一大说法 阿波罗计划到1972年结束 期间 共有六艘飞船 十二人成功登上了月球 并从月球取回了土壤和验尸样品 那么 在美国人兴致勃勃地独享着漫步月球的快乐时 前苏联又在忙活着什么呢 面对美国人取得的成就 他们会无动于衷吗 当然不会 前苏联虽然没有实现载人登月 他们只是成功地发射了几艘登月探测车 用机器人考察了月球 并取回了土壤和验尸样品 但是 1970年 他们的冰星7号探测器 第一次在冰星实现了登月 1970年4月 他们的领炮一号空间站又成为原来历史上第一个空间站 那么两年后 美国的天空实验室空间站也顺利地送到海洋 1971年的12月 前苏联的火星三号探测器第一次在火星实现了导入 五年以后 美国的海盗号探测器也成功地登上了火星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个时期的太空争霸 主角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他们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 展现的是航天技术 国家经济 以及科技实力的竞争 还没有蔓延到对空间资源的争夺上 但这个时期航天经验的积累 为人类认识太空 利用太空打下了坚实技术 那么超级大国又是怎样认识太空的呢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 这段时间 人类不仅看到了航天装备 在通信 导航 气象预报 地质看探等民用领域 广阔的应用前景 他们也开始认识到航天装备 在空间侦察 战场通信 作战指挥 等军事领域巨大的应用价值 那么这期间 美国和前苏联等航天技术比较发达 而且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航天大国 开始把发展航天装备作为一种国家战略 作为一种威胁和控制其他国家 进而夺取冷战主动权的重要手段 年龄大掉的朋友可能还记得 美苏两国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段明争暗斗的故事 1961年7月在第三次柏林危机中 那么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利用盛传的导弹擦距 对西方国家进行核恶杂 要求美国 英国 法国撤走西德驻军 那么美国为了寻找真相 了解对手底细 于1961年7月7日成功发射了 萨摩斯二号照相侦察卫星 清洗的卫星照片 揭穿了前苏联虚张声势的恐吓 迫使前苏联撤销了最后通牒 第三次柏林危机也因此得以化解 那是1962年10月 美国的间谍卫星和U-2高空侦察机 清洗的拍摄到前苏联运往古巴的 宗称导弹和正在建造的导弹基地照片 清洗的微型照片 可以看到前苏联军员正在建造导弹发射架架 其中多幅照片展示联合国大会 那么在这场剑霸弩张的斗争中 美国总统肯定采取了强硬手段 迫使前苏联同意撤斗的弹 古巴导弹危机也得以化解 人类也避免了一场核战争的爆发 显然在这些扣人心弦的政治危机中 卫星的作用不可小视 但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些热身运动 硝烟尼迈的战场 那才是它真正大显身手的舞台 1973年10月6日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埃及军队首先向以色列发动袭击 战争初起 以色列陷入被动 埃及军队则长驱直入 美国间接卫星发现埃及军队的防守来薄弱缓解 并及时的把这些情报通报到以色列 从而促成以色列军队成功的偷渡 苏伊斯运河 袭击埃及军队的后方 一下子扭转了战局 1982年 英国和阿根平爆发马岛战争 幕后的导演却是美国和前苏联 他们之间进行了激烈的太空情报战 马岛战争爆发后 前苏联在八个星期内连续发射了十三颗变决计军 他们把用卫星获取到的英国战队的相关情况 及时宣布给阿根平 为阿根平空军超级级机构战的机构 成功发射飞鱼导弹 击沉英帝谢菲尔德号驱逐舰 创造了条件 而美国则指令天下的卫星改变轨道 每天对马岛进行侦查 并把相关的情况通报给英国 能够及时跟伦敦取得联系 难怪美军一位上校得意的说 正是由于卫星的帮助 美国空军就好像是坐在露天阳台 观看阿根平和英国的战争 回顾这段历史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冷战时期 美苏两国都已经认识到 航天装备参与作战的巨大价值 及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 这个时期航天装备的功能 主要还是表现为侦查 监视 通信等等 那么人们真就甘心 只把卫星当作望远镜和传话筒吗 当然不会 他们更期待有一天能够依靠卫星的力量用于实战 那么超级大国又是怎样利用太空的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 美国在航天装备发展和空间力量建设方面 逐步取得了领先和主导地位 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 拉开了人类信息化战争的序幕 也让全世界第一次感受到航天装备参与现代战争的震撼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这样的电视画面 在海湾战争期间 沙特阿拉伯或以色列的城市上空 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突然刺耳的防空警报声 划破了宁静的夜空 远处的天幕出现一个亮点 越来越近 就在这时 一道火光从天而起 花出一道优美的火线 向着那把亮点直奔而去 萨纳间一个巨大的火球 闪烁在天空 最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爆发声 很快 夜空又归于平静 似乎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就是美国的爱国者导弹 大战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真实进步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导弹去打导弹 我们大家想一想 用爱国者去击落飞毛腿 就好比是用一颗子弹去打动另一颗子弹 难度可想而知 难怪事后世界各国军方对爱国者导弹大加赞赏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真正的英雄却躲在幕后 他是谁呢 他就是在太空当中运行的导弹预警卫星 下面我们大家不妨来分析一下反导作战的整个过程 由于飞毛腿导弹从发射到命中目标 只有短短七分钟的时间 因此导弹预警卫星 必须在飞毛腿导弹发射后120秒内 完成发现目标 计算弹道 判断威胁和判明弹钊区等工作 然后再用180秒的时间 把上述情报传送到海湾部队 这样就可以给爱国者导弹提供90到120秒的预警时间 而爱国者导弹武器系统 它的反应时间是15秒 这期间如果遭遇一秒钟的延误 拦截任务就可能失败 飞毛腿导弹就有可能击中目标 由此可见 在防空反导作战当中 导弹预警卫星的作用不可小视 本拉登这个名字 我想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他一手策划的911恐怖袭击事件 导致了阿富汗战争的爆发 本拉登曾经是出色的抗输领导人 擅长打游击战 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实力 绝不与美军堂堂正正的正面交锋 而是弊其锐气 激其堕归 钻挑美国的软肋打 从某种意义上讲 美国要打败这样的对手 就好比是要战胜自己的影子一样 难度之大 可想而知 在远离文明世界的阿富汗 面对一帮神出鬼没 居无定所 生活简陋的恐怖分子 美军要动用大量价值连城的 卫星 飞机 导弹等高技术装备 他们能够找到 值得他们打击的目标吗 很多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但是美国人不计成本 不许代价 动用了全部先进的当家装备 挖地三尺 也要把本拉登这个眼中钉 肉中刺 从藏身之处挖出来 他们动用了90多颗各类卫星 这其中 包括 Ki-H11 Ki-H12 和长曲棍球等 在以往战争中 多次亮相 且战功显赫的侦察卫星 就连民用卫星 也参与进来 广泛搜取 阿富汗境内的 各类目标信息 提供通信 导航和气象等服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1年5月1日 本拉登最后 还死葬身在 美国人的枪口之下 这当中 航天装备 无疑立下了头骨 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 美国在其本土 有21处 本土之外 有15处基地 作为战争提供天机支持 3万多人 利用卫星系统 直接或间接地 为这场战争服务 各类太空装备 成为美军取得战争 胜利的重要保证 从这些例子中 我们不难看出 航天装备 在信息化战争中 正在发挥的 越来越重要的所有 那么超级大国 又是怎样 控制太空的呢 美国虽然已经取得了 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太空成就 但是其控制太空的野心 和能力 也在快速的滋长 特别是 进入21世纪以来 美国空间安全战略 凸显大国霸权主义色彩 航天装备的发展 已经进入到 增夺太空控制权的阶段 2011年 7月21日清晨 亚特兰第四号航天飞机 在完成了 为期13天的 太空旅行之后 安全着陆在 佛罗里达州 肯尼迪航天中心 亚特兰第四号的降落 不仅标志着 他自身太空使命的踪迹 也正式宣告 美国为其30年的 航天飞机时代 落下了大幕 那么这一天 肯尼迪航天中心 有2000多人 涌向跑道 迎接亚特兰第四号回家 国际舆论 更是广泛关注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 甚至以太空时代的终结 作为封面文章 来评论 亚特兰第四号的退役 亚特兰第四号 究竟是何方神物 它的退役 为什么会牵动 这么多人的神经呢 我们知道 航天飞机 作为一种 能够往返于太空 和地面之间的飞行器 它同时具有飞机 和航天飞机在 运载能力强 运气转弹 可以重复始终 亚特兰第四号 是美国1985年 建造的一架航天飞机 在它退役之前 一共进行了33次 太空飞行任务 既然航天飞机如此了不起 美国人 为什么还要让航天飞机 退出历史舞台 没有了航天飞机 美国人 又将如何完成 他们的太空之旅呢 其实 航天飞机 退出历史舞台 原因是多方面的 归纳一下 主要有三点 一 是巨高不下的成本 二 是变坏莫测的风险 三 是美国空间战略重点的转移 航天飞机退出历史舞台 绝不意味着美国会就此撤离太空 根据美国航天局的规划 航天飞机退役后的空白期 美国宇航员将乘坐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 前往国际空间站 不过每次只能乘坐一日 目前 每名美国宇航员乘坐俄罗斯号飞船 在国际空间站和地球之间往返一次的票价 是五千一百万美元 显然美国绝不会甘心一直向俄罗斯购买高价票 来继续它的载人航天 航天飞机时代终结后 美国航天装备的发展战略将做出重大调整 美国仍将继续载人航天 只不过他们把买车改为了租车 把内包改为外包 美国国家航天局的身份将由主人变为客户 美国发展进入太空装备的政府味淡化了 但商业味却更浓了 所以当许多美国人在亚特兰第四号着陆的那一刻 懵生淡淡哀伤的时候 虽然航天企业以及它的支持者却在一边振臂欢呼 因为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来到了 我们知道在载人航天领域 过去一直是美国和俄罗斯在扮演的二重唱 而目前中国欧盟和日本已经迅速崛起 就连印度也在跃跃欲斥 已经形成你帮唱罢我登场的场景 在这种形势下 美国做出如此大的调整 难道就不怕有什么闪失被其他国家赶超吗 其实在这里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那么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奥巴马和他的决策层认为 美国航天的未来不在禁忌轨道 必须走向更远的地方 不能仅限于利用空间 必须能够控制空间 那么谈到控制空间 我们不得不说一下 美国空军最新发展的X-37B X-37B是美国空军最新发展的 无人轨道飞行器 到目前为止 已经完成了两次太空飞行实验 其中第一次是2010年4月22日升空 12月3日反 飞行时间224天 第二次实验 2011年3月5日升空 2012年6月16日反复飞行 飞行时间长达468天 那么X-37B作为美军 目前最为先进的航天装备 它都有哪些特点呢 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速度快 二是飞行高 三是手段多 所谓速度快 是说它既能够在太空 像卫星一样寻航飞行 又可以载入大气层 直接执行作战命令 它可以在两个小时以内 抵达全球任何地区 用B2或B52远程战略轰炸机 需要12到24个小时 才能完成的远程轰炸任务 X-37B只要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 所谓飞行高 是说作为一种空间飞行器 那么它能够在410千米的高度巡航飞行 可以居高楼下 普世地球 它又能够轻松实现变速 躲避反卫星武器的攻击 所谓手段多 是说它能够装配各种武器和仪器 既可以返回大气层 加入空军作战序列 直接参与作战 它又可以当作卫星 执行战区侦察 战场通信 导航定位等任务 如果装上导弹或其他动能武器 还可以直接摧毁敌方的卫星 飞船和航天器 那么美国空间研制X-37B的真正用途 又是什么呢 在先后长达七个多月和十五个多月的太空试验当中 X-37B又做了些什么呢 对于X-37B的真实用途 到目前为止 美国金刷仍然是三间七口 X-37B的太空试验 也一直被视为高度机密 尽管美国军方一直在强调 X-37B仅仅是执行了 注入导航 定位 热防虎等测试任务 不会导致太空武器化 但相关分析专家认为 到目前为止 五角大楼已经投入十多亿美元的秘密项目 绝不可能如此单纯 一旦证明它的可行性 X-37B将可执行多种任务 比如侦察监视 导航定位 释放卫星 载轨修理卫星 摧毁或捕获敌发航天器 打击地面目标 以及验证军用新技术 等等 事实上早在 X-37B第一次实验时 美国《连线》杂志就从报道说 美国国防部 曾有过两小时内 快速全球打击的战略构想 而X-37B 无疑是实现这一战略构想的可靠武器 瑞典专家也表示 X-37B实际上就是未来空天战机的族形 如果研制成功 那么对它来说 现有的所有武器系统 都不过是原始的工件和长矛而已 除了X-37B这样的秘密项目 美国还在进行一些 新概念武器的秘密研制 积极准备未来的太空作战 在美国庞大的武器研制清单中 还有素式种形形色色的太空装备 那么在未来的太空争夺中 如果这些装备投入实战 那又将是一副怎样的情景呢 从目前来看 未来的太空作战 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盲形 说白了就是把对方卫星的远程用下 主要是指使用激光 力度数 射频 微波等武器 通过已能制盲的方式 让一方卫星的电子 光电力气和失效 无法正常进去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前几年美国航天局曾经宣布 准备用激光来清扫地球周围的太空垃圾 一方卫星相撞 据媒体报道 目前太空中大约有五万多片太空垃圾 其中在近地轨道上 大约有两万一千多片太空垃圾在饶地球运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提出要学雷锋 免费为人类清除太空垃圾 他们的行为 究竟是出于对全人类谋福利 还是相装武器 意在配工呢 我们知道 美国用于清除太空垃圾的强激光 既然能够清除太空垃圾 当然可以轻松的击毁 对方的微星航天器 说白了 它就是一种强激光武器 美国人只不过是想 借助清除太空垃圾的名义 为他们发展太空武器装备 这个行为 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已 第二种方式是射行 说白了 就是通过发展反卫星导弹 反卫星卫星 或相应的动能武器等 直接摧毁地方的卫星 美国曾于2008年1月31日 成功试验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体积 相对调小的电影炮 它发射的米弹战头 以及七码的队队 击击了飞行中的命标 这也为他们以后 在空间武器通胎上 据水电影炮 变成了飞行 第三种方式是裂行 说到裂行 那可就更神了 顾名思义 就是先使对方的卫星失效 然后再通过机械手臂 把它俘虏 因为技术要求高 自身体积大 受国际政治影响等 诸多因素的限制 目前这种方式 只是停留在概念设计阶段 还没有进行相应的试验 但是一旦试验成功 不仅可以抓到卫星副主 还可以获取对方大量的军事机密 目前 尽管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 一再要求合理的开发空间 和平的利用空间 并极力主张太空非军事化 但是少数西方国家 却在推进太空军事化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并且已经呈现出 太空武器化和武器太空化的发展趋势 通中我们可以预见 未来的新型战争 很有可能不会像以往一样 在地面或空中的暴打声中开始 而会发端于太空中 巧无清晰的动能武器拦截 或激光武器照射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信息化时代 哪些武器在改变战争中 发挥重要作用 信息化时期的战争 又有哪些特点呢 现在的导弹 为什么打得那么准 作战美力那么大呢 卫星的精确导航 又有哪些好处呢 晋级长战争中 航天装备是怎样帮助美军的呢 目前正在环绕地球飞行的 都有多少颗各类卫星 现在的卫星都能干些什么 敬请关注 蒋武堂即将播出 装备学院郭世贞教授讲述 被航天装备改写的战争